查富士康的稅 後來發現除了查稅 還有那條也很大條 當初中國為了招商引資長州 這片地你看到的到地方 通通給你用了 有的是免費送的 那有一些是低價賣你的 沒有想到現在中國通通要查 這些便宜 甚至免費拿來的地 到底富士康有把多少地 拿來用作正規的用途 還是把它蓋成了商辦 甚至是住宅呢 這很大條 2010年中國那時候正在騰農換鳥 騰農換鳥的時候 郭台銘他一趟到鄭州去 鄭州省的書記坐上直升機 載著整個郭台銘升空之後 就跟他說 未來這邊會有一塊機場 機場的旁邊就是鄭州保稅園區 你點哪邊 我們就畫哪塊地給你 所以郭台銘他就神仙子一點 點了十平方公里 總共畫了三個工業區 這個就是所謂的鄭州工業區 但想不到這件事情之後 中國各省起而孝之 所以鄭州不是最大的 惠民姐我跟你說 整個郭台銘董事長最大的工業區在哪邊 在三西 三西那個工業區 整整二十平方公里大 可能很多人會說那是多大 我算給各位聽 兩個信義區那麼大 鄭州廠就是一個信義區那麼大 然後呢 三西就兩個信義區那麼大 那目前根據中國自然資源部的一個說法 目前富士康集團全部 包括了工業復聯跟富士康 在全中國二十二個城市 總共有四十七座工業區 天啊 他真的是隱形的地產商 所以陸媒就稱富士康說 你靠土地也賺了太多錢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很多土地是免費的 很多土地是低價的 然後呢 過去你是買中國叫母 中國說一母三分地 那個母折合台幣200平 然後呢 你現在是買母賣米 哇天啊 一來一回膨脹的整整六百倍啊 所以你說你在遊走所謂的灰色的地帶 甚至於呢 在整個廣東 在很多所謂的精華地帶 在山東等等的 把土地換成住宅跟商辦啊 甚至於呢 在上海據傳有一塊工業區 後來沒有利用 轉給整個好市多 所以呢 其實呢 他賺的蠻多的 所以現在中國的自然資源部 他要來查這個問題 但現在呢 對於整個中國官方來說 稅務總局要查 自然資源部要查 這是雙管齊下對不對 這次政法委直接來 是迅雷不及言耳 所以簡單的說 過去你什麼中級官員 高級官員 現在通通都沒有用 政法委是什麼呢 政法委就是簡單的說 是中國共產黨 專門在辦貪官污吏的 這個是最重要的 但很多的外媒一看 不得了啦 為什麼呢 他就說 現在的整個郭台銘 會不會就像馬雲 會像傑克馬一樣呢 外媒就稱郭台銘去參選總統 激怒了中國的一個領導階層 所以現在對布什康查稅 宛如是馬雲的一個翻版 各位你們知道 馬雲後來罰了多少錢嗎 各位1000億人民幣 這筆錢如果罰在 郭董的一個身上 這可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變化 但問題來了 中共藉由查稅 可以彌補95兆的地方債的缺口 同時警告別將整個蘋果供應鏈 移出中國 以免影響數十萬個所謂的 中國員工對不對 但現在來不及了 為什麼呢 我們再跟各位談 現在對於外商來說的話 現在就是選擇很恥辱的 留下來賺錢 或者是很驕傲的就說 好啦 那我就不呆了 你要自己去做選擇 可是你去抓台器 抓整個所謂的外企員工 現在中共直接跟你說 你在我的地方 你不能夠吃飯砸鍋 我中共隨時都可以收拾你 這個會引發所謂的一個寒蟬效應 想不到就在星期六 各位 整個最重磅的消息出來了 中國現在說什麼 說今年的財政稅收真的不夠 不管是中央的稅收也好 不管是地方的稅收也好 所以據傳出了一個新的命令 這則命令 現在所有的有錢人 現在這是嘖嘖發抖 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們現在中國說 你的資產如果是三千萬人民幣以上 折合台幣是超過一億兩千萬的 好好的說 你現在捐出來 我們就不跟你查稅 但是如果我們跟你查稅的話 我們可能會罰五成罰六成 全部都沒收都有可能 那慧民姐 你知道要怎麼樣可以拿錢一棒人嗎 你有三千萬人民幣對不對 乖一點 我們也不拿全部 共產黨是講人情義理的 交兩成 各位交兩成 你想錢還方便 交兩成 你只要給六百萬人民幣 然後坦白從寬 我們就會放過你 不對你中國查稅 不對你外國的企業來查稅 但這個帳有錢人吞得下去嗎 對 所以現在應該會再衝一波 逃離中國潮 來看一下 本來一開始看著這個中國的土地資源 這個人力成本低 不少台商都跑過去做生意 沒有想要做的做 政策的變化人算不如天算 中國對付企業也不一定不硬化吧 反正中國想要對付企業方法多得很 這個方法真的他有滿清十大酷刑可以臨持你怎麼說呢 我有一個朋友他是做牙科醫生 那因為台灣的這個醫療 尤其是牙科這個技術都很多的手術技術都比大陸很先 都先進很多 而且中國大陸還對台灣的醫生 他給你開放一個叫做短期行醫制度 也就是一年一千 那你在這一年當中你可以在那邊行醫 他就到當地去發現考察完之後 當地人對他非常非常理喻 他說你的技術一定要帶過來 帶動整個大陸的這個醫生的技術 然後於是給他開很多綠燈 而且他在當地的這個合作夥伴 還是跟當地的官方都是關係非常良好 好到什麼程度 好到程度可以 你要開診所醫院沒問題 他去幫他找項目拿政策 直接批一棟樓 五層樓的讓他做牙科診所 在台灣你要開個牙科診所 你有一個門市便機很厲害 不是他一弄弄五層樓 五層樓是牙科醫院的 好那他想說樓也批給你 然後整個一切通開綠燈 整個診所的就是開幕裝修 當地很多的支持給他很多幫助 他就過去了 過去之後也過了一段非常就是快樂的子 因為當地人對他非常好 生意很好 而且我都在廣告 台灣的來自台灣的某某的牙科醫生 什麼勝手 他的病患非常多 所以他就過著什麼 過著我們所謂的假日飛刀手的生活 什麼叫假日飛刀手 就是他五六日飛大陸 然後做完手術之後 一到四回台灣繼續看診 好就這樣子拼了兩年 兩年整個順風順水 當地口碑都起來 好漸漸他覺得不對 因為他發現他當地合作夥伴 給他的所有報表都是有問題的 於是他開始自己覺得經學好像不太對 自己權益受損 於是就開始插手去管整個醫院的相關的事物 包括採購 包括帳戶 包括所有的一切 他開始慢慢一一去過問 越過問越覺得不對的時候 開始兩邊意見相左 意見相左之後 兩個關係鬧得不好 不好之後有一天 他一如往常的飛到了大陸去 他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這麼多地方的官員都跑來 稅務局也跑來問他事情 然後當地衛生機關也跑來問他事情 然後他有一個對他非常要好的 很忠心的一個護理長 那個護理長的大姐頭 就跟他私底下就要說 你趕快 趕快回台灣 叫他趕快回去 要出事情了 然後他聽到到底發生什麼事說 你趕快回去就對了 他一聽覺得事情不對呢 他是剛到之後 晚上馬上買著臨時到機場 買一個晚班機 櫃台票 買著連夜逃回台灣 所有他在大陸自己的房子裡面 所有東西都沒有拿 直接就拿回台灣 回台灣之後 開始就透過微信開始透過電話聯繫 後來發現他整個診所 整個醫院 包括稅務局查他逃漏稅 然後醫檢局在查他所有的 所有使用的衣材是不是 說他涉嫌使用違規衣材 然後稅務也出問題 然後還有很多就說他這棟樓呢 是不是這棟樓為什麼當初會 無償的批給他使用 通通什麼問題都來了 他發現這問題很嚴重之後 他再也不敢回大陸 他從到現在開始他都不敢踏足 因為他怕進去被抓走 他所有東西全部放棄 那後來輾轉得知 那一棟醫院呢 現在呢 現在還在營業 然後所有的一切呢 他當初的合夥人呢 全盤接收 那後來一查他當初那個合夥人 原來是什麼 原來是當地市委書記的親戚 所以他們就知道說 他今天要用你的時候 對你非常好 然後他幾乎是把你當作什麼 當作產業在養 養套殺 養肥了之後 你不聽話我就殺你 殺完你之後呢 所有留下來根基呢 通通都是我的 老人家 政司講 那你吃完 你吃完 這就行了 你吃完